大家好,这节课呢,给大家讲一下如何去抠相啊 首先呢,我们把素材 拖入到这个时间线 呃,但是这个素材我就是百度搜的啊,随便找了一张这个带绿幕的这个 图片,大家 切记就是说你前期如果拍的这个素材越好 你后期抠相抠的也会越干净越好 所以这抠相对你这个绿幕的打光啊,一定要均匀 把光一定要打好,知道吧 那抠相怎么抠呢?很简单 在这个效果这边,我们找到这个超级键啊,这个超级键在这个键控里边 就是 效果,视频效果这边点开 然后有一个键控 键控,然后找到这个超级键,把超级键给它拖到这个 素材上 然后在这个效果空间这边 看到了吧 这边有个效果空间 点 点一下之后呢 然后这边 超级键 通过这个小键管 点一下这个小键管 然后在你绿幕上 你用绿 绿幕栏目都可以啊 然后 现在呢 大家看一下 这个 背景就变黑了 它其实变透明了 就是已经 把这个绿幕给抠掉了 那我们 把这个 素材呢 往上挪一下 然后在这个 下面这个时间线呢 我们把这个 背景给它放上一个 当然你放视频也是 它也是一样的啊 那这个扣向就已经完成了 这个还是我觉得 这个PR的扣向功能 还是 还是挺强的 那这一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